殿上隆壁 好 大家請坐 恭請師父開始 谢谢观看 请给我打火鸡 谢谢 我打火鸡 拿火鸡 让火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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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诸位大师 诸位大师 大家晚安 阿密陀佛 好 请和长 跟我念三称本师圣号 及开经济 一起念 阿密陀佛 阿密陀佛 好,今天是这次讲座最后一天 请翻开讲义 第四十五页 也请看万灯片 再多有些联友可能在西联格顶过灯 可是大部分的联友都是新的 所以请你专心听 今天我会先点灯 因为点灯它需要时间烧 然后接下来我们才讲经 还有联友问题要回答 先翻开四十七页 复录二 普贤菩萨发愿文 这次讲座虽然是八万 但是我还是每一天用心的 为我介绍 所以四十七页是中国智者大师 依普贤十大院所写的发愿文 这篇发愿文非常的好 但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还没有帮上打汉语评音 没关系 请各位联友可以在初一十五 我自己生日的时候或是圣诞的时候依这个发愿 请各位联友把你的手机挂回震动或关掉 所以这篇普贤菩萨发愿文很好 我有整理标点 若你们去圣地朝圣的时候 也可以依这个发愿 今天先看四十五页 点灯 请看幻灯片 在世俗里面也会点灯 但是世间人点灯大概都是什么 情人节吧 罗曼提克 或者客人来的时候他会点灯 在印度的文化里 若你参加过印度的婚礼 印度的婚礼 每天走到都是用灯来迎接你的 灯带光明 在这里我先公开回答 可能联友会问我师父 我已经在佛堂供灯泡了 那跟点灯有什么不同 很好 灯泡是供叫做长明灯 长明灯表示说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一样也可以北极功德 就像你看到佛堂前面有供香花灯 你种的因不同 它的果报是不一样的 那灯呢是必须你要出钱 所以今天呢 你用欢喜心 你要随喜供养也可以 我跟大会说 不需要钱也没有关系 点你的新灯 还是你要随喜 这个点灯的功德也是可以的 点灯是必须你要出钱 第二个点的时候要发愿 第三要观想 第四在燃烧的当中 象征着把你的障碍烦恼而烧尽 就像当时文书菩萨 为什么智慧宝剑上雄雄的燕火 火代表智慧 同时也把你的烦恼跟障碍烧尽 所以点灯跟你点光明灯插头 这两个是不同的因果 好 先看一下 那点灯与发愿 其实是南传 北传 藏传里面 最简单又容易 方便修持 功德有无量无边的整合 方法 那在这个点灯的过程当中呢 你必须唱颂跟发愿 请各位看52页 这一次我很用心的整理 在大圣战第16册编号702页 佛说诗灯功德经 到底点灯有什么功能 由释迦莫尼波亲口所宣说的 那当时因为我比较忙 不 我好像一直都很忙 那我只是把那个经文前面整理 然后做简单的科派 我并没有做完整的科派 因为它的经文 所以52页一直到64页 各位就可以读点灯 为什么会有很大的功德 就是释迦莫尼波亲口所说的 那也会是part 1 这一次结束以后 你要回家看的功课 要读三遍 待会不再说 所以点灯呢 是有它的功德 再单给来第45页 好 待会点灯的时候 我这几年在东南亚弘法 我都会用显密圆容的方式 就是我待会会唱六字打名咒 然后结束的时候唱阿弥陀佛 那有些道场 若是不唱阿弥陀佛的 我会唱释迦莫来 或是其他的佛号 没关系 好 先看幻灯片 这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中 在西藏没有一个人不念 就像我们中国人一看到 你会念阿弥陀佛或观世音菩萨 那在新加坡精明佛学社 我有讲显密圆容观音法门 也就像大乘庄严宝皇经 释迦莫尼佛说 若有三千大千世界同时下大雨 像现在这样下午下大雨 连续下多久呢 下十二年 每天都下大雨 三千大千世界 释迦莫尼佛可以算出雨滴有几滴 各位下午你们有没有算呢 下了多少雨滴 很多啊 可是呢 佛陀佛说若三千大千世界同时下雨 连续下十二年 佛可以算得出这个雨滴有多少 佛是片一切智者 但是若有众生 虔诚的念一声 奥曼尼佩昊 他的功德胜过刚才 佛所算的数字的功德 那但是呢 传统上 我们念的时候呢 很多人呢 他当然很虔诚的念 可是假如你能够了解意思的话 跟观想的话 他的力量会更大 所以待会我会唱六字道文咒 然后再点灯 可是 其实它是观世音菩萨的咒语 那大乘呢 是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就像我昨天跟你听 南摩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咒语跟圣号有什么差别呢 功德上是没有差别 但是在意义上有一点点区别 就是中国人比较喜欢念佛号 因为中国人有那种拜天地鬼神的思想 他觉得有一个佛菩萨或圣者 让他齐情呢 他有一个对象 容易升起 虔诚功功尽心 可是西大人念念 Om Ma Ni Ben Me Ho Om Ma Ni Ben Me Ho 是佛菩萨在禅定中所显现的咒语 你看 这张幻灯片 它事实上有颜色 Om Ma Ni Ben Me Ho 但是 在梵文里面 刚开始他不是这样念 我念一个 对 对 阿弥陀佛号 看这个比较清楚 阿弥陀佛号 都可以 Om Ma Ni Ben Me Ho Om Ma Ni Ben Me Ho Om Ma Ni Ben Me Ho 对不起我今天讲话要多一点 气不忍住 你会听得到 它梵文里面是 Om Ma Ni Ben Me Ho 梵文原来是这样念 Badme它是三个年音 可是仓从印度佛教传到西藏的时候 西藏的人舌头比较大 Badme它就念着 Badme或Badme 所以就变成 Om Ma Ni Ben Me Ho Om Ma Ni Ben Me Ho 所以它的音是有一点点不同 不过呢 那都是很庄严的 然后功德力并没有差 那我们中国也有传到 Om Ma Ni Ben Me Ho 比如说你们的大碑石小座里面 观音灵感真言 就有这个 Om Ma Ni Ben Me Ho 对不对 就有这个咒语 所以它代表诸佛如来的大碑心 请看第四十五页 今天教的是西藏 阿提侠 在佛法大概一八世纪 由莲花生大士传到西藏以后 佛法开始很兴盛 后来呢 佛法跟民间宗教结合以后 他也像我们中国一样 出了很多破坏佛法的外道 所以曾经西藏有一百年 是黑暗时期 然后后来呢 西藏的人就到印度 纳乱佛大学 请阿提侠尊者到西藏捧法了 那刚开始的时候啊 他的学生都不希望他去 为什么呢 因为希望有很多 宝波 宝波就是黑教 现在讲黑教 用咒术的 那这时候阿提侠主修使 观世以后 萨杜姆 各位可以看到他 左手边有一个舍利塔 传说这里有佛陀的舍利 他有弟子 然后呢 他的弟子并不希望他去 说师父啊 你还是不要去西藏好了 因为西藏啊 妖魔鬼怪很多 人家可能用咒术害你 这时候他很难决定 因此他又拜观世以后 萨杜姆 很虔诚的礼拜说 观世以菩萨 观世以菩萨 我要不要去西藏弘法呢 结果他因为很虔诚的齐请后 观世以菩萨真的现身了 就跟他说 阿底侠 你自己决定吧 他说观世以菩萨 我问你 怎么你现在要问我呢 他说你此去 会弘扬佛法 利益很多众生 但是呢西藏人不喜欢你 就会拿咒术来读你 你寿命会减少十年 但是你可以利益无量的众生 那你要不要去 你自己决定吧 观世以菩萨就消失了 消失以后 他在想 当然他的弟子都不希望他去 因为师父离开了印度 那甚至是到了远方去 利益众生很好 可是作为弟子就离开了师父 所以其实他的弟子都不希望他去 最后他想 我是一个出家人 假如人早死晚死都会死 那我能够把佛法 弘扬到另外一个国土 那应该是很欢喜的 十年在无量节来讲 是很短暂的时间 所以他就决定去了 可是他在去的当中呢 就带了很多弟子 请看下一张 我是在五台山塔院寺里面 拍到阿底侠尊者的雕像 他跟宗科法大师一样 都是戴高僧 那他每到一个地方 他知道这边业力很重 所以他就带他的弟子 唱这篇文章 就是点灯发愿 刚开始他的弟子没有很多 只有十八位 也就是说他每到一个寺庙 不管新的旧的 他就发这个愿文 唱这个愿文 希望佛菩萨的加持力 点灯的功德力 转众生的供业 最后佛法就普遍的传扬 在西藏 所以他叫做新的旧的卡丹巴 然后后来呢 就变成格鲁巴 格鲁巴皇教的前身 这是伟大的阿底侠尊者 他很有名的写一部论 叫菩提道登论 然后还有写菩提道登论的难处是 讲上世道 中世道 上世道 他把正法传到西藏 所以西藏佛法就更弘扬 接下来再看 这一次所放的呢 是由尊贵的鲁巴巴 这一次十七世鲁巴巴 亲自作曲作词 由他华人的弟子而演唱的 那鲁巴巴就是观世音上化身 所以希望大家在朝圣的时候 请不要忘记 最后是你可以抄 关键子就好 第一要共修八雁 我旁边有写英文 第二个要广修共雁 第三个也恩与违相 你去朝圣的时候做什么 你先来到圣地去 八大圣地其实都是旧的红物 你看不到佛 你只能看到一些历史遗迹 所以第一个 你要去共修与发艳 最好念什么 不闲行愿品 西藏人在佛提加约大法会 要所有的僧众 在一段的时间 比如七天 每一个人都念 念起来加起来的数字 要念十万遍 第二个广修共雁 你去的时候 一定会故事共雁 共香花灯果族 乃至于故事就当地的贫穷人 待会给你看照片 第三个你就会点灯与违相 好 请看 这个就是我们在 古地家也行几个千佛 存活的地方 你看我们在学生念什么 念父先行愿的语音 在念佛 在违相 第二个 你起码 就算你没有钱 起码可以供一杯水 水没有多少钱吗 但是你不可以空手 假如你在水的上面 你还可以变得 共花曼很好 你看这就是我大年初一 在福提家也共的花曼 是不出钱的 广修共雁 对不对 非常的庄严 接下来 你看 所有的佛刊 上面 下面不是 下面是别人的共雁 上面所有的佛刊 全部呢 五六十个 是我共雁的 所以你这样子才会累积广大 佛的 这是我们参加 五千行愿大法会 所有的联友 每天都会一起来参加共雁 假如你在花上面共花 你看 非常的庄严 是慢的 接下来 我也建议 我们商业经社 已经成立六年多了 然后包含筹备 事实上已经八年 我们每一个礼拜 五共修 共修前 都会叫所有的联友 免费点灯 到佛前面供灯 唱六十大文咒 这就是我带他们的 所以这七八年来 我们商业经社 已经点了五千多盏灯 所以 我们是没有福报 烦恼很多的众生 苦难众生 所以你要透过 发愿跟共雅 而加上观想 生起广大的功德 接下来 假如呢 你到圣地之前 你点灯之前 应该拿起来 发愿 当然念的愿文 你可以自己决定 接下来你看 为什么 西藏 你到印度尼泊 这么多寺庙 都要点灯呢 假如你不了解 师灯佛说 师灯功德经的功德 你就会想 你会生起 很奇怪的想法 为什么不把这些钱 拿去做其他的呢 答案是 点灯有无量的功德 尤其是各位 假如你的朋友 有忧郁症 或是植物人 或是烦恼很重 病痛很多 最好的方法 帮他点灯 可以在佛堂点 也可以在家里点 传统上 点灯的时候 是不可以吹息的 但是呢 因为现在我们住的 都是政府主屋 我给你建议 你要回到家里 你可以点灯 点完就让你睡觉 没有关系 灯就继续再点 所以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也累积 无量的功德 对不对 但是你若出门 家里没有人的时候 请你把灯吹洗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灾难 随时有地震 万一呢 你回来的时候呢 你家里的 主有灯打翻了 然后房子被烧了 那左邻右舍 是会诅咒佛教徒的 所以你看 我们会去点到圣地 都会点灯 然后而发愿 接下来你看 在西方的拉玛 每一年的 我们讲过年 他们会修 上师本尊护法 特别是修 观世音菩萨的愤怒相 叫 马哈高拉大法会 最后一场的时候呢 你看 所有的拉玛 都会拿灯 还有香 一起发愿 为全世界的众神 祈悦 为香 所以你看 他会点香 跟点灯 所以你是不可以空手的 因为空手 你将来会得到结果 什么 菩提道上落空 这个我说 不是真空心 是空空的 所以我很高兴 点灯与发愿 可以满你一切的众生 的心愿 这是最简单 用最快速的方法 当然 在点灯当中 又能够诵经 念佛 或经行绕塔 所广大的布施 供养三宝 救贫穷的人 那里的功德 跟愿力呢 会广大 无边 这个也是我在圣地里的点灯 好 所以这是呢 我们多年前 到尼泊尔加德满都 连世的满院大佛塔 然后呢 有台湾很多的佛教团体 点 大概点完多少 三万马币 到三万马币 点三个小时 然后所有的人都可以帮忙点 还请帮忙诵经 所以今天 我就要带各位 点灯 好 先看这个四十五页 待会我会先唱六字道名咒 我会点 然后请 就是主席 还有贵音 然后两个过来 我会传给他 你不用紧张 现在专心听 当你点的时候 你专心唱六字道名咒 我会敲影庆 然后点 点完宇座位置 你不用站起来 向你的右边或左边 转过来往后面点 就一个人 一个一个点 所以待会可以主席点这边 贵音请到这边来 点第一个 点到了以后 就向你的左右点 往后面点 然后唱六字道名咒 唱的时候 很专心的观想 观世音补偿的大悲心 加持着JV 还有加持着马来西亚 全世界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点灯 能够为日本的灾难呢 做祈福 希望往生的人呢 能够去极乐净土 如果活下来的人 希望他有勇气跟力量 能够继续活下去 未来众生的业会很复杂 所以我会要你先考证 接下来看四十八 四十五页 第十八 同发愿文 那这时候呢 我念一句 你跟着念一句 在念当中请看 你要开始观想 一盏灯 变左右 这样就三盏 再来变前后 变五盏 再来变上下 然后这时候你心可以专注 然后向右旋转 就变成了无量红边的灯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般 你看幻灯片 就是很多很多的灯 所以这时候是用考证 要用念的 接下来 看四十六页 第六盟 唱售 下面唱的关系 因为有些人有不清楚 所以第一遍请你用听的 你听MP3跟师傅唱 第二遍呢 跟第三遍请大声唱 再看 第四十六页 第十一行 愿与弥陀何为一 阿地下尊者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今天我们的MP3是唱 愿与弥陀何为一 假如你的法会是 观音法会 你可以把它改成 愿与观音何为一 或是不愿与世家何为一 或是呢 你要有愿与药师或地藏何为一 这两个字是可以改 不过今天我们先唱 愿与弥陀何为一 这时候唱的时候 你还是捧在身间 然后这样再来看 唱完三遍以后 它又叫 地雅塔 对不起 我们太忘了说 四十六页 第五行 这个叫神变咒 神变就是一盏 变成七盏 七盏变无量变 这叫神变咒 那在四十六页 第十三行 你就寄送四 这个叫做满愿咒 也就是说你在唱当中 你可以边唱边听 然后呢 你也可以发你的愿 当然你有很多的愿望要发 你可能发观世音菩萨 希望我身体好 我阿弥陀佛 希望我将来要去极乐世界 能够发多少的愿 你都可以发 所以这叫满愿咒 注意在念满愿咒 传统西藏会这样 手由下往上 我看有些点有什么 由内往外 不是这样 由下往上 向右旋转 你的方向是跟我反的 你们是哪边 是右边 对 你要跟师父反的 你不要我往这边 让你跟着我 那逆时钟的话 你点完灯 哪边你就会被外道了 佛教是向右旋转 所以念到Deyata的时候 它会向右旋转 慢慢的不要提 BENJA JIYA A WA VUTA NA YEN SOHUHA 这叫满愿咒 念完以后 然后会有请四个连友 在旁边拿盘子 由中间往旁边传 不要站起来 各位连友 专心听 心不要那么急 不要站起来 用传的 这时候要唱阿弥陀佛 观想若过去生 若今生 今生就是现在 若当生 当来一切众生 就像海浪一样 全部坐在梁花里 念阿弥陀佛 那你观想所有的众生 不管他今天有来没有来 你的活着 没有活着的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 亲朋好友 通通你都可以观想 他像大海的海浪一样 往生极乐世界 那四位干部呢 会把灯收好 然后拿到下面去烧 然后他会就一直点灯 点灯就圆满了 这样了解吗 好 现在 请捧起来 放在你的心间 不用拍很高 放在心间 点灯有很多的意思 简单的讲 一个传一个 叫佛法的无尽灯 佛法要靠佛弟子 发愿护持正法 这叫无尽灯 所以我会一个传一个 然后不要急 第二个 点灯叫点亮自己的新灯 而且在点灯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冷气 可能也吹息了 你要用手把它照顾 这说明什么呢 我们的修行 你的心就像灯一样 你若没有一个罩子 把它照住 它风一吹 你就熄灭了 这风代表什么 五欲六成的诱惑 跟自己的烦恼 接下来 这个灯罩代表什么 解定会的功德 所以点灯的目的 是要点亮你自己的 菩提心灯 什么叫做度众生 度众生就是要告诉 所有的众生 你有佛性 你要发愿学习佛法 这才叫做度众生 好不好 好 大家一起唱 大量大量大量大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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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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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